入手苹果手机要怎么才能防止被骗呢 二手手机价格虽然香 但是坑也真的是不少 怎么错才能防止购买二手机的时候不被坑 那么就以小杨家这个3899的美版iPhone 13为例 手把手教你如何验这个二手手机 让二手肩上无所遁形 首先说到手机之后 先要检查这个外观 每一处都要检查仔仔细细 看是否跟卖家描述的一致 打开设置 通用 关于本机 查看手机型号以及储存容量 和买的是否一致 上滑返回到桌面 长按其中的一个APP图标 使其快速的抖动 进入主屏幕编辑模式 任意拖动这个图标 快速的在屏幕区域内滑动 在快速滑动过程当中 检查有无卡顿或者是断触的情况发生 如果有 那么就代表这个屏幕的话 它是有点问题的 接下来的话就是相机 取景框处双指捏合 看是否能放到放小 切换录像模式 录个半个小时以上 如果中途出现了 闪退黑屏甚至死机卡机 这种情况就说明主板可能存在一些暗病 第四步 检查指南针和水平仪是否正常 第五步 检查收音机扬声器以及麦克风 打开语音备忘录 录一段15秒的音频 检查录音是否能够正常播放 检查按键铃声 音量条拉满 看是否能够正常发声 马达是否正常震动 然后再检测 WiFi蓝牙是否正常连接 最最重要的 就莫过于面容解锁了 如果面容不能正常使用 那么手机肯定是隐藏了一些大问题 比如重摔进水 接下来就要检查手机是否有原彩 有没有色彩变化 最后插上手机卡 看是否能够连接到5G或者4G的网络 手掌遮住听筒 测试感光功能是否正常 全部通过了以后 这一台RT手机才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你们在想象家买的每一台手机 都会经历过我上述所说的26到以上的一个字简 因为我刚刚只说了一个大概 没有说的特别仔细 就是为了让那些信任小杨的粉丝 买得放心 用者也省心 当然了 RT手机全新机它也会出问题 RT手机我们之前的再仔细 总会有那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没关系 小杨的话都是有质保的 这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